好 那宏偉是老實講 家裡算很單純 對不對 他只有一個弟弟 那兩個人都各自買房了 那弟弟是有成家 那宏偉現在是單身 不過感情不錯 不會因為遺產而爭吵 不過你說倒是可能有個例外 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像我們從小的家庭教育觀念 像我爸告訴我們很多事情 就是說五龍再五虎 然後就是說包括人家給的 我們都不見得會拿 更何況你取藥 所以包括從小到大 我爺爺奶奶要給我們零用錢 我們都不敢拿 我們教育程度 我們教育的家庭觀念 就是到這種程度 這樣我們都被你抵下去 包括像今年我 像我今年要發紅包 給我侄子 我侄子就跟我講說 爸爸說不能拿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從小到大 就是不是我們的 我們都不願意去拿 所以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 那長輩給紅包那個 那個算OK 但我們就是從小就被教育到 就是說任何人給的東西 除非是爸爸媽媽給的 不然我們一概不拿 所以我跟我弟就是 大概會有一個默契在就是說 反正我們自己 有錢吃飽就吃好 有賺多就吃好 那賺少就吃飽就好了 所以我們對於那種 額外多出來的東西呢 我們真的不會去計較 那除非就是說 我自己有在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哪一天 譬如說爸爸媽媽有一個是怎麼樣的 或者是臥病在床 一定有一個人要回去照顧 對 因為一個他們都在花蓮 那我跟我弟都是在台北 那我個人是想過就是說 因為他自己 我弟是有家庭 有兩個小孩 那我是單身 我頂多就是把我的店 可能交給其他人去經營 那我就回花蓮去照顧爸媽 這是我內心所想 因為你養育資恩是比天還大 你照顧父母本來就是天經第一的事情 我絕對惡化不說 馬上回去花蓮照顧 那只是我說真的 雖然我們有很好的那種 從小到大觀念 但是當你在照顧家人的時候 你一定會付出勞力心力去照顧 而且你是割捨到你一部分的事業 甚至你犧牲到很多的事情的時候 你難免你的心情 你就開始會計較出來 所以我自己有想過說 假設誰願意先回花蓮 誰願意就放棄自己的事業 或是生活環境回去照顧的話 你應當本來就應該是能夠 要多一些些 拿多一些一些 我覺得這比較合情合理 對 那除非就是說我弟也願意 譬如說 所以你現在是要想跟弟弟講什麼 講什麼說 其實花蓮也蠻好的教育的工作 而且花費也少 有跟弟弟談過這個事的嗎 其實在最早的時候 我弟那時候剛結婚 因為我弟是高中老師 他老婆也是高中老師 其實花蓮其實蠻多教職的缺 那我爸媽有去幫他打理一些 有去幫他問 那如果說要回來做任教的工作的話 其實都很方便 你住家裡 然後花蓮的物價也相對來的低 你反而回花蓮會比較存得到錢 然後父母親之間也會比較 能夠照應的到 那時候我弟弟的想法是說 台北事實上是比較多的資源 教育資源 以後生了小孩子 他要在就學上面 獲得一些更好的一些環境也好 資源也好 他想要留在台北 那過了若干年之後 因為他現在生了兩個小孩 我不知道他的觀念會不會改變 我不知道 當然我是希望就是說 當家人真的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我跟我弟應該會坐下來 去好好去聊 所以你們還沒有過 還沒有聊過這些問題 那就趁現在電視把空中對話一下 其實我必須說 我如果說放棄我台北事業 我非常樂意 因為我很喜歡跟長輩相處 那如果說你願意回去家裡照顧的話 我也會常常回去幫忙 因為兄弟父母是兩個人一起的 那爸爸媽媽如果留了五千萬 你希望給弟弟多少 如果他回去照顧 如果他回去照顧 所以他全拿我也都無所謂 真的嗎 我說真的因為我一個人保我全家保 而且他願意犧牲掉他自己的夢想 包括他要養家庭 那本來拿比較多把就合情合理 因為他照顧小孩 那我沒有小孩 那如果是你回去照顧 你也要弟弟全部都 把財產都交給你 我不會 我會尊重是我父母的一些想法跟遺願 因為如果說真的為了遺產 如果說你真的把它當成是 股東生意再往來的時候 那就太現實了 因為除非是說大家有共同的權利跟義務 我們把它當成是公司在經營 那既然你把父母的錢 不把它當成是公司在經營的時候 你會何必計較 阿宇莎最近也收到哥哥的訊息 那訊息是什麼 我一收到訊息就是說 大家都已經簽名好了 然後看我是要下去台中簽名 還是他們把那個文件寄上來 我簽名蓋章寄回去給他們 就是讓我二選一 可是我也不知道說前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一收到就是要我簽名這樣 簽名內容是什麼 把阿公的那一棟房子賣掉 要你同意 對 因為我也是裡面的其中繼承之一 繼承者之一 你有持分 我跟我哥持分比較多 因為本來阿公就是比較重男輕女 所以他那時候是有說要給哥哥一份 那我為什麼還有一份是因為 我跟我哥哥又代位繼承我爸爸的那一份 對 法律上你雖然是女性也是有啦 對 OK 你持分多少真的嗎 好像蠻少的耶 二十四分之一而已 二十四分之一 但沒有你的簽名你也沒辦法賣 對 那你會把他張關卡嗎 蛤 什麼 但是如果其實以法律來說的話 我是持分最少 那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 我要少數服從多數 如果是發生繼承的話 恐怕還不行 因為是共同共有 你要先做分割 要有分割協議 所以要先做這件事情 那我在猜一次就是說 你要先簽 如果你不願意簽 他就非得用訴訟來解決 對 所以 所以 因為現在是要賣掉 要賣掉 他如果是 比方說二十 他說二十四個人持有 沒有是總共分下來分割 我好像是比例是二十四分之一 二十四分之一 那幾個人持有 五個 五個人持有 那假如四個人都要賣 他能夠不同意嗎 在共同共有的部分不行 要全部的共識才可以 知道喔 所以你握有很大權力喔 像丁子戶就對了 丁子戶就對了 丁子戶就對了 對 可是這也不是那麼覺得 講丁子戶難聽啦 雖然做的是丁子戶的行為 但是也不要講丁子戶嘛 我是覺得 就是你們要我做這件事情可以 可是你們應該來龍去脈跟我討論 而不是突然間就是 要我簽名 而且是前陣子他都沒有跟我聯絡 然後一聯絡就是聯絡這件事情 用簡訊 對 那平常各個跟你有什麼樣的 常常的互相關懷問候嗎 以前是還不錯 直到他前陣子跟我媽 好像有一些衝突 可能是因為婆媳關係 或者是小孩子出來了之後 有一些問題 但我不清楚 因為那時候我是在台北 他們是在台中 然後我有一次是接到我媽的電話 然後他哭著說他受不了 他想要搬出去住 但搬出去 他跟哥哥一起住 對 是在台中是租房子一起住這樣子 那白天的時候 我媽幫他們照顧小孩 晚上的時候把小孩還給他們 那為什麼會吵架原因好像是 其中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有什麼 來龍去脈細節我不清楚 我之後有一次下去台中 然後去中間當和解 可是我覺得 我哥哥的態度跟思想已經變了 就是我媽白天幫他們照顧小孩 我媽是持續工作幫他照顧小孩 然後他們夫妻倆給他一個月才三千塊 兩千五是育兒津貼 他們才貼五百塊給我媽 蛤 對我覺得 因為我們家也不是說到非常非常的過得去這樣 然後我想說可能是兩夫妻打拼也很辛苦 那沒關係我也會每個月會前回去照顧我媽 然後我媽想說自己人也沒差 可是到後面我覺得有點過分的是 晚上的時候小孩一直在哭 然後我媽可能想說他們夫妻倆早上要上班 所以想說去幫他們安撫小孩 讓他們趕快休息 結果我媽上去的時候 我哥還就是一直把他擋在外面說叫他下去 然後我媽就覺得說有點難過說 為什麼我想要幫你 你好像把我當作敵人這樣趕在外面 然後他就看了一下小孩子就跟我 就往他們那個房間門講說 那個小孩子的頭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剛開始那個頭型不是軟軟的嗎 要照顧好這樣 就是叮嚀一下這樣 結果我嫂子好像因為這樣就哭了 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產後憂鬱 可能有一些影響可能壓力比較大還是怎麼樣 所以他就很難過就哭了 那我哥就直接衝出來罵我媽 開始在那邊吵架 然後還有一次是 罵你怎麼罵怎麼罵 詳細我是不清楚 可是他敘述的就是追下來一直講說什麼 沒有啦那怎樣怎樣怎樣 你不要怎樣怎樣什麼的這樣 然後我媽就覺得蠻難過的 他也不想跟他計較 然後還有一次我覺得蠻扯的是 就是我媽想要看小孩 就是晚上嘛還給他們了嘛 然後聽到小孩子又在哭 然後想說去關心一下 結果我哥還問回頭問他老婆說 欸媽媽要看小孩子可以嗎 要N準 覺得為什麼看自己的孫子 還要經過就是老婆同意 我覺得這一點是蠻奇怪的 然後後來他們就吵架分開了 什麼叫他們吵架分開了 就是後來真的吵得蠻難看 我哥就搬去他老婆娘家買的房子住 對那我媽就覺得說 那他自己住在外面好像比較好 不去打擾他們生活 而且避免不必要的紛爭更多 對然後而且你又住在人家買的房子下 又覺得很耐油吧 我就說好那你搬出去住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你不用擔心 我會幫他cover一些生活費這樣 後來搬出去住之後 結果我哥好像跟我媽也都鬧得不是很好 然後連母親節的時候 他一封簡訊都沒有傳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媽就蠻難過 他想說至少平常沒有聯絡 可是應該母親節要傳一封訊息吧 結果都沒有 連媽媽節快樂這樣都沒有 都沒有 而且那時候本來講好說 就是他們要分開住 那我就跟我哥協議說 那我們每個月拿多少出來 幫媽媽分擔 因為畢竟媽媽也是把我們養大 雖然說我們小時候就是 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 有一部分是可能阿公照顧他比較多 但他其實都沒有想到說 他小時候惹的一些麻煩 就青少年很容易惹一些麻煩 都是我媽在幫他擦屁股的 他沒有想到這一點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本來跟他講說 好每個月每人拿兩萬出來好 他說有一點困難 我說那一萬塊可以嗎 一萬塊應該還好吧 因為你搬出去那個房子住 你每個月省下來的房租 還有阿公那種房子的房租費 他拿的比較多 你至少每個月還多出兩萬多塊 那我一個人在台北租房子 兩萬多 然後再加上給媽媽的三萬多 這是基本的開銷了 我都沒有講什麼了 然後你跟我說你拿一萬塊 很眠就是盡量 那拿到最後呢 他拿大概三四個月吧 他就說他沒錢了 然後我就想說他可能是因為要照顧小孩 然後可能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工廠可能也沒有很好的訂單這樣子 我又想說 他自己做生意是不是 對 他自己做工廠 跟他的那個之前的師父一起做那個CNC的工廠 車床 對 車床跟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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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然後後來 中部嘛工具機最多 電腦控制 對 然後後來他就突然間說 他沒有錢給我媽媽 他是傳訊息給我媽媽 他都不敢對我 然後我就說 我看了一下那個訊息 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今天真的有壓力 或者是因為要照顧小孩 開銷更大 生活過不去 你可以講說 可能這個月不方便拿 那下個月我盡量給 或者是你拿個兩三千塊 我覺得都是心意 而不是說我就是沒錢拿給你 我覺得態度蠻差 然後就事情就是這樣子 中間還鬧得蠻難看的 後來就突然間收到訊息 就是要我簽名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好